佛陀本无相,因为众生而显其相 心中有佛,佛就存在 学习佛法三十年的蔡献坤 在佛学方面的教义可收集有一定的水准 从事艺术创作的他 也将佛法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形成所谓的残义化作 蔡献坤也向大众分享佛法当中 何谓佛本无相,因众生而显其相 佛本无相是因众生而显其相 可是因为我们如果太过于执着和在意 就是那个相,是我们的问题 而不是佛菩萨的相问题 因为佛菩萨他有三十二 佛有三十二相好 而且有各种变幻 那这种变幻当中 他本来就是一种无相为相的状况 是灵活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学习状态 和众生的心态里面 都是要找一个定点 可是这个定点把我们锁死了 所以事实上可能看不到真正佛法的通透性 或是真正佛像的一个无限性 佛本来就没有固定的相容 是因为众生的需求而显其相 众生在求佛求理的同时 心中必然会有佛的存在 而佛学当中属长的无相为相 则为佛以佛法度众生时 会以众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并能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传递佛法移出 十方新闻眼鱼带 徐建议高雄采访不得好